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另外一个问题 那我们您说的税收的效益 税收的效益大于税收的损失 那如果一这样来看 你看公司跟金融债的证交税停征7年 对不对 这是政府的立场 那预估这样子政府的税收可能会减少多少还是增加多少 那个时候是讲公司在跟金融债券的证券交易税停征 停征因为它每一年的初次发行量跟后面交易量不大一样 过去几年平均的金额 我记得没有错 大概一年大概少七八亿左右 七八亿 七八亿 那它带动了整个这个金融债券的市场 对 后续整个产业的关联效果 那一正税的调降 也是一样 你也是认为是这样 实际没有错 那如果机车的货务税的调降 或是暂时这个能够暂时延长 譬如说半年或一年的话 事实上是对于汽车的销售量不会急跌 那也有它的税收效果 这个跟委员报告一个数字 去年我们机车减4千 但实际上就我们现在相关统计的资料 97年1到9月150cc以下是卖62万辆 但是今年的1到9月只有卖36万辆 反倒还少了25万辆 所以就减了4千 那你认为是说 你认为是因为景气不好大家买不起 还是因为说大家都去买汽车 有很多的原因 但这个部分被每个消费者自己去做抉择 您认不认同 您同不同意骑乘机车的人 大多数是社会上经济比较弱势的人 那当然是我也骑机车 那你不算经济弱势 你是例外 它是一个交通工具 你是例外 但是大多数 尽可能要照顾这些大多数是应该的 只是说方法上 你什么时候骑机车 我很好奇 我就是下班晚上出去各个地方走一走 看一看也会骑 那你怎么没有骑电动机车 我目前还没有 我还买了还是旧式的 我骑机车骑了几十年了 骑机车骑了几十年了 那你没有符合武器车 那你完蛋了 还没有 检查都检验合格 检验都 检验合格 那那请 部长您稍后 我还可以骑一百五十cc的 一百五的 一百五岁性比较高 好 部长您先稍后 我请视察 视察 我想请问你 武器环保标准当初设立 这样子跟四骑车比起来 节能减碳的效果怎么样 简单跟我们报告一下 那个跟委员报告 我想那个五骑机车定定的标准 当然就是配合书里面的主要整个 你跟我讲一氧化碳减少大概多少 一氧化碳大概二十左右 减少二十 二氧化碳呢 二氧化碳大概也二十到三十 详细数字我没有 合并减少碳氢化物的排放减少大概多少 大概也都是四十左右 四十左右 是是 那你看那个旧的机车 如果四骑以前的机车是不是污染更严重 是是是 那你看部长 部长如果骑这个旧型的机车污染是不是比较严重 看他是哪一骑的 有四骑三骑二骑一骑 二骑的好了 我们不要讲 二骑的可能会比现在最新五骑的 大概会严重百分之六十左右 那你看部长要不要换车 部长的车子可能是四骑的吧 我想 我的车都检验合格 没问题 你的车都检验 可是你不符合五骑的 因为你是 你以前的机件 以前的零件 就是做不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那个排放量 我说坦白讲 现在节能检测的标指越来越严谨了 所以我们当然 部长你以前做的以后 改骑机车 改骑电动机车好了 那就零排放 但是话说回来 我是建议 就是说 其实骑乘机车 作为主要交通工具的人 多半是经济比较弱势的 不是这种下班休闲的 主要交通工具的人是经济比较弱势 那我们如果能够体恤他们 你看他们对那种 一点钱 几千块 他们都非常在意 非常敏感 何况是增加一万多块钱的 这种武器环保的成本的增加 所以我觉得 事实上政府如果能够苦民所苦 在税收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税收可以容忍的范围内 还是尽量能够体恤民意 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两位